现在吃完饭就离开这个邦达镇了 哇 这个邦达镇非常的热闹 各种的吃饭啊 速速啊 超市啊 非常的多 夜拉山观景台15公里 也就是还有15公里的上坡 燃烏湖还有185公里 好了 现在就出了那个邦达镇了 我现在开始爬夜拉山 这个夜拉山海拔是4800米左右 连续上坡是15公里 我今天应该是到不了牙口的 我现在推的速度是 应该是每小时2公里左右 应该是到不了的 只能在半山药或者是哪里在露营了 它的坡度 10抖还有 就是有的时候抖 有的时候不抖吧 反正我是骑不了 富城太大了 这边风景还是挺好的 一万五季的大草原 来 今天就把帐篷搭在这里了 这里是一个观景台 下面就是邦达镇 邦达镇 风景还是非常漂亮的 观景台 来 然后我把帐篷搭在这里 这里风也很小 今天煮两个菜 一颗是 油焖米大虾 这个是刚刚在邦达镇上面买的虾 还有一颗是西红柿鸡蛋汤 小米雕鸡鸟饭 小米雕鸡鸟饭 然后这个虾 这个虾不够大哦 现在我再要那个东西 小米大虾 咱俩 六字 replica 加点水烂箱 铁蚣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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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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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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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大空 这样一道油闷大虾就完成了 这样一道油闷大虾 鸡蛋 鸡蛋 蒜蚵蒜 然后再加入青红柿 jumped out And we can open up the elevator After we can put the elevator into the need I will open up the elevator It's涌 up 大蒜叶 好了,西红柿鸡蛋汤完成 现在两道菜全部都完成了 那我就开始了 油焖大虾 西红柿鸡蛋汤 还有今天买的米饭 这个其实就是一碗 很小很小,这一碗4块钱 这个老板有点黑啊 你多加一点加满不行吗 那我也不会说你了 水不够多 汤变那个羹了 那个西红柿鸡蛋羹 也是鸡蛋太多了 放了4个鸡蛋 先让它热一下 再吃这个虾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啊 哇很辣很辣 味道肯定好 就是太辣了 辣喉咙 说了一些奇怪 我就放了4段小米椒 一个小米椒都没有 只有半个小米椒呀 怎么会这么辣呢 这些菜可以下饭 配菜 这个虾说真的太小了 辣一点就好了 我现在距离叶拉山 崖口还有大概10公里左右 明天就能到七十二拐了 嗯 太棒了 西红柿鸡蛋跟味道也还可以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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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配菜也可以下饭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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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再见了 再见